建國科技大學美容學年度選書 學生鼻涼選擇店 今天在建國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記憲 鼻涼選以國色方法為主題、發揮創意 將各種元素擁有在美作品當中 包括連嘴巴都是設計的一部分 我們就做回來看這些學生優秀的學習選擇 鼻涼選是創作者也是罵倒 在現出少年人無憾的創意 創作者也是創作者的元素之一 建國科技大學美容學科技研究所 一百十幾鼻涼選擇店 今天就好好來基盤 跟歐年不一樣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辦法基盤大型的電源 只能讓一小而美 而且正在風舍來電出 今年同樣有動態選擇跟政台電視 這次是以國色方法為主題 大家電視都是這次比亞班同學 電現四年還是創作獎心創作 這次的展演 它是以我們國家的顏色為主題 所以我們的主題叫做國色芳華 主要就是在展出我們國家的顏色 大家可以想想看我們的台灣有哪些顏色 第一個我們的鳥類 我們的鳥類非常的豐富 那特有鳥類藍雀 藍雀就是藍色 那它的繪呢是橘紅色 這兩個顏色搭配起來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亮眼的顏色 所以我們學生就用這兩種顏色 去做出他們的成果展 然後第二種呢就是 現在的青年人他們都非常的資訊發達 而且他們心裡面都擁有非常多的情緒 然後活動也非常的多 所以呢我們的同學就用粉紅色 來全序這個青春的一個風華 然後一個情緒 那所以它的青春之語 它代表的就是我們的粉紅色 那所以我們用台灣的各種的主題 各種的顏色來呈現出 我們今年的110級的畢業成果展 我們的國色芳華 那今天是動態展的一個展出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水安變成大家在上昇華當中一定會有的東西 學生也嫁下社會的苦澀 在作品設計當中也用立水安的設計 水安也變成這次比亞店作品 學生會創意靈感到原用設計 因為現在台灣疫情嚴重 所以我們這次必然的主題以口罩作為特色 就是台灣的文化這樣子 那我們台灣的那個衛生的環境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就做這個口罩為特色 國色芳華的典現 學生也還是選擇 學生將在學校的機関所學的選擇 擁護自己的循環 創造出秀於個人不一樣的設計 為大學四年做一個完美的典現 結果美容會讓學生 看見自己的能力 看見自己的生長 新聚化新聞 白表臨講話 蔡宏波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